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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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歡迎收看VPlay Interview 相信很多朋友都經歷過失戀的痛楚 但是失戀的時候 如果再聽得太多悲慘的情歌的話 只會令自己更加不開心 更加難去胭脂情傷 所以說阿Dae 就誠意推介給各位失戀的朋友 聽聽阿Lin的歌曲 阿Lin的作品往往都給人一種療傷的功效 更加比喻為新一代的療傷歌口 日前阿Lin就來到適理 開她的個人演唱會 更加邀請到她的同門師兄弟 信和小宇做嘉賓 我們VPlay很有幸就得到 天山歌姬阿Lin接受我們的訪問 那不如等阿Lin跟我們 這麼多位朋友打個招呼 哈囉,各位VPlay的朋友們 大家好,我是阿Lin 第一次見面喔 阿Lin,你是不是第一次來到澳洲呢 我是第一次來到Sydney 所以很開心 也很興奮 然後因為有很多人說 Sydney這邊有很多地方 很多可以去逛啊 然後最重要的是 我很想要去衝浪 阿Lin,你覺得Sydney怎樣 就是很溫暖 然後因為 我知道現在是冬天的尾巴了嘛 然後就覺得 其實沒有想像的這麼冷 但是一有太陽照的時候 就覺得感覺很溫暖 就像我的歌一樣 是要給大家溫暖的示範 感覺是一樣的 第一次來呢 有沒有什麼地方特別準備呢 很多耶 然後 但是 這幾天都是工作比較多 然後希望就是 工作結束之後 可以跟所有的工作人員 辛苦的工作人員一起去 逛逛啊 很多地方 有我的師兄一直跟我說 他要去坐那個 坐直升機 對 高空跳傘 很酷 所以他一直 一直鼓勵我 對 所以他問我要不要去 我有點緊張 如果他跳的話 我就叫 我的經紀人跳 這次演唱會呢 跟你之前在香港和台灣開的 綜合夢演唱會呢 是不是一樣的呢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但是呢 還是會帶來一些比較經典的歌曲嘛 因為其實我希望 不只有我一個人在舞台上面表演 我也希望台下所有的歌迷朋友們 跟我一樣 就是表演者 每一個人一定要都跟我一起唱歌 那 其實演唱會裡面 我還是會帶來一些經典歌 然後快的慢的都有 然後我還會帶來一些 像是天王的歌曲 但是什麼歌呢 來我的演唱會就知道了 這一個是一個很大的驚喜啦 另外一個是阿Lie 給我們的驚喜呢 就是邀請到 她和私兄弟 孫和小雨來做嘉賓 我的師兄弟們 就是也給我支持鼓勵我 然後跟我一起來到 Cinley這邊 為我的演唱會 然後站台 其實我很開心 因為跟他們兩個在一起 就感覺是家人一樣 就是出去玩啊 不管怎麼樣 工作 我們都很像就是一家人 那種感情是 就很像是 永遠都沒有辦法分開 就是只要誰誰去外地工作 都會想到對方 那我們也會在台上呢 很盡全力的 把我們好聽的歌 介紹給大家 到時呢 會不會跟他們 有合唱的環節呢 會 會 但是合唱的歌曲 有比較特別 像小雨跟我 大家好像比較少聽到 只有聽到她幫我寫歌 沒有聽到我跟她 有合唱的一個機會 那這一次我跟Cinley 會演唱新的 她新專輯裡面的歌曲 叫狂風的擁抱 我也很開心可以成為她的 就是合唱的歌手 的名聲之一 然後也很開心有跟她的 一首新的歌曲 狂風的擁抱 阿Lin啊 你去年呢 就去到倆運動 拍攝大大的擁抱的MV 發出你的效果呢 很漂亮 還有呢 大王很平王 有沒有想過呢 新的歌曲呢 會來到Cinley拍這個MV呢 有 歌曲如果錄完的話 有機會的話 一定會來 因為其實知道 這邊有很多人 海邊很漂亮啊 然後街景也是 就是都很美 所以希望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 你新的專輯呢 會什麼時候推出呢 預計是在十二月中 這個二零二年的十二月中 也是在差不多台灣的冬天的時候 有幾應用音樂問題 我相信呢 各位粉絲呢 一定很期待阿Lin這隻新專輯的了 那今天呢 我們多謝阿Lin 親身呢 抽時間來到我們VPlay 接受訪問了 那我這裡呢 祝阿Lin的聖離演唱會呢 成功 還有呢 希望有機會呢 再和阿Lin做訪問了 希望很快可以跟大家再次見面 拜拜